孔父子在论语里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标准 你把这句话记住 父子说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周公是大德 你有周公之才之美 你是大德 使教且令 其余则不足观也 看你行为上什么 你傲慢 你有傲慢 你还吝啬 那佛孔子说 那其他就不必说了 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 给同学们提出的 标准 这是古圣先行 佛菩萨 告诉我们 这个标准是什么 地质规是标准 感应篇是标准 施善业是标准 你细心观察 它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跟这个三样东西 相不相应 相应 真大德 不相应 假大德 这不就很清楚了吗 所以自己有个标准 标准不是叫你去衡量别人 你常常衡量别人 说自己有过去 这些标准衡量自己的 我自己有没有 别人是不是大德 如果不相干 我自己是不是大德 这个关系大了 自己要向大德看齐 要提升到大德的境界 这重要 所以不管别人 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同学们 我们接受批评 不批评别人 为什么不批评别人 我们是反复 我们不够资格批评别人 别人批评我 我接受 他批评的对 他说的 我真有这个过失 我感激他 他提醒我 我改过自信 他所说的 我没有这个过失 我冤枉了 我不要辨别 消灾灭难 这是什么 他来帮助我 消我的业障 是一个好事情 这不是坏事情 接受别人的批评 接受别人的毁报 接受别人的陷害 决定是好事 不是坏事 在这个地方 把自己的烦恼习气 磨掉了 否则的话 你学的是很多 你做不到 就从这些地方 就磨练 所以真正来折磨我的人 都是来成就我的人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才能够不断的 把自己向上提升 接受别人的批评